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殊的年份可能会有点反常 它可能降温降的晚一点 或者说是降温降的早一点 这个就是特殊情况 正常来说十月中旬下旬十几号二十来号 我们就基本上不喂食了 因为到了十一月份的时候 它这个温度就逐渐下降 十几天的温度它自己慢慢就清肠了 就是我们停食就不管它就基本上就属于一个清肠的状态 当然在户外 那个原生环境下 那个黄原龟 其他的乌龟其实也是一样的 它野生的话 它也没有清肠这一说 它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叫清肠 只是说 只是说到了这个时候 开始降温了 它就不进食了 因为温度低不进食之后呢 然后这一段时间 它会慢慢的排 慢慢的排 我们人称作为是清肠 但是其实对于动物本身来说 它是没有清肠这个概念的 那自己家里养的话 也分细心和不细心的朋友 就是细心的朋友 他平时的照料 就已经照料的比较好 灰是很健康的 再一个呢 细心的朋友 他会长期的去观察天气的变化 春天到夏天的升温 秋天到冬天的降温 其实细心的朋友一看 未来大概还有个个把礼拜十几天 就降到冬眠温度了 它自然就不胃了 不胃就自己就已经清肠了 当然还有的朋友稍微那个粗心一点 或者说是工作繁忙 不能够做到很仔细的去观察每一个细节的话 有可能就会错过一些时间段 比如说有的朋友他 比如说我出差了 出差一个半礼拜的一回来发现 还有好多天 还有好几天就开始降温了 完了要冬眠了怎么办 还没清肠 还没停死前几天 那就可以采取连续几天用泡水的方法 因为泡水可以促进你乌龟排便嘛 这样才是人工干预清肠的 叫什么呢 叫个补救的措施 实际上平时就是自然清肠了 你停了时它自己慢慢就清了 几乎就没有一定要清肠的这个概念 其实乌龟排动物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欢迎给我们点赞关注 有问题的话请给我们实信或者留言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